这个世界有两个朋友圈 一个就咱们这个悲观主义者 我今天上午在参加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 未来科学大会 那人家谈什么东西呢 谈人到底会活150岁还是活900岁 那咱们这人讨论能不能过50岁 人家在讨论怎么过150岁的问题 听说有些硅谷大佬都已经换了基因换了血了 有一个曲线叫做Donna曲线 就那个Donna公司做的曲线 它是这样的曲线 就里面所有的那个新科技的 人工智能啊5G啊什么物联网啊 在那个线上面 那天他们画给我看 2019年那个Donna曲线 最顶端那个叫云计算 你说吴老师咱们别投了 那个里面都是大佬 谷歌啦微软啦阿里啦都弄完了 那我说这个线最顶头那个东西呢 四个字叫人类永生 你据你对新科技的了解 这事靠谱 那天我看那个王石还说呢 说这完全这是胡说八道什么的 今年你看到没有 那有个科学是6月份的一个科学杂志这个报告 日本人把心脏打印出来 打印 3D打印 美国人前两年打印出来 但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就你血液心脏血液会回流嘛 这次日本人是在模拟状态下 心脏血可以不回流了 1904年库茨威尔学那个 写那个起点临近 他说未来就三条线路 一条叫什么呢 叫人工智能 在你脑子里装个芯片 跟你一去20年 你人挂掉了 芯片还在 就是工程学意义上的人类永生 第二呢 叫纳米科学 就是生肠的任何机构 都可被打印出来 第三呢 叫做基因科学 打印出来能用吗 能用 现在什么都能用 什么都能用 心脏都能用了呀 对对对 都能用了 肺现在不是干肺都打印出来了 那还让人捐器官 还捐什么呢 不是那照您说 那还是好让人捐什么器官 现在很贵嘛 对啊 现在非常贵 第三就基因科学 就你基因提取 脑科学基因提取 我今天那个 在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80后的一个 哈佛的一个 有中国人 一个科学家 他们做了一个产品出来 手断了以后 装一个机器手 用大脑来控制它 跟朗朗一起弹钢琴 哦 这个我好像看过 对啊 脑脑控制 脑意识 挺好玩的 就是说 你还得训练用它 就是你脑子里得有个 明确的意念 对 好像是不是说 你也不能胡思乱想 对 就是你得 集中训练 真的有点 类似于念力一样的东西 你形成 能触动那个电信号 对 对吧 其实现在是 存钱其实挺重要的 哦 现在就真挺下一个 它不是也会从十万 减到几千吗 对对对 我们等着那一天 等着那一天 现在就像青霉素 发明一样的 比黄金还贵 过个十年 青霉素就很便宜了 现在就那个 青霉素可能还没被发明出来 或者还在实验室里 还活着久一点 一斤你想插什么话 没有 我刚刚想说 就是我最近看一个 那个音剧嘛 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跟他妈讲 她说我要去苏黎世 把我的大脑去下载了 她妈说 你是去安乐死吗 因为一般人不是去瑞士 都是去安乐死吗 她说不 我永生了 就是她把她的脑袋 整个电子化了嘛 就说我们已过去认为 这叫死亡 她说不 这叫永生 哦 我看了那个电视剧了 在那个奈飞上 你知道我最近还 我最近看了个真的 就是纪录片 还不是电视剧 叫这个 如果我没记错的 就是生物编辑技术 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非自然选择 就是有四五级 所以小波这个事 还真可以聊聊 就是说 他这个讲的呀 我们电视台的一听就懂 就是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 就是啊 你的基因 是可以减辑的 是可以减辑 可以减辑的 癌症就是很多 然后这个片子里已经拍了 已经有三亲婴儿了 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你看 夫妻两个有一方 有遗传病 不能生孩子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把另一个女的 然后这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就是 所以但是这个片子 他在探讨一个伦理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说 好像是一种什么蛋白质分子 就是说 他就像剪刀一样 他说 可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慎重啊 就是说 问题是人类 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么一个门槛上 就是我们能怎么样改造我们自己 怎么样更好 你知道他这个片子里边就讲到你这个问题 现在有些大药厂 已经根据这个生物基因呢 弄出治疗有些遗传病的药 几百万美元 那有些小孩得这种病 家长真是哭得可怜呢 没有捐助 你拿呢 就说这大药厂 你这么这么没良心呢 但是药厂 他没办法 他研发经费这么高 所以呢 现在在西方国家有这么一些志愿者 他们干这个事 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挺玄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说 我们有志于 不要让将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富人 有钱的人 他就可以用这个基因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 改造自己 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就说 我们要研究出来这种技术 让他成为民主的 就是非常便宜的 比如说你在将来 你在7-11里 你在那个超市里 你买几个试管 买几个什么 你就等等 然后这个纪录片里拍 一个 几个小伙子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把他那个狗啊 改造成那个绒毛 荧光的 发光的 因为他只要找到这个基因里边 决定毛色毛发颜色的 甚至他说 我觉得这将来太可怕了 就是他们描述 他说现在是什么 你比如说 你想长肌肉 将来的人 你不用去健身房 只要改掉一个你的基因里边 负责抑制肌肉生长的基因 你躺床上都能长肉 不是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躺床上都能长瘦肉 我的天 你说 所以他就说 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来到 这么一个临界点上 就说这个技术 已经有了 当然很不成熟 现在就是 可是 大家用在治疗上面 是没有伦理问题的 你在用在 比如说人总培养上面 肯定是有问题 所以他们就将来说整容 整容将来也不需要了 你想眼睛变绿吗 很容易 这个是 现在是人理上是有问题 伦理上有问题 16年那时候 IBM他们有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人 得了一个特别罕见的 日本人 得了特别罕见的一种癌症 但是他就跟基因相关 但如果你一般去找这个基因 他们跟我说 读那个论文 要读那个上海大厦那么高 就论文叠在一起 三百多米高 你人读不出来 后来就用机器人来读 读了以后 大概一天不到时间读出来 所以他把那个基因找到 然后就把那个女的救活了 这是16年 特别著名的一个案例 就治疗是 通过基因剪辑来治疗 但你刚才讲的 把他眼睛变绿 变蓝 长出第三个手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这肯定涉及到伦理问题 但他背后一定 那个伦理问题 背后第一个是 我们要先把 问题是你改变的东西 其实我们对他未必了解 对 你被改变的东西 你认为他跟 他跟A相关 他其实还跟 跟B相关 但我们不知道 人类的认知边界有限 可是不管跟什么相关 我们要先把它 界定为直病 现在比较能够开放的 你刚刚也说了 那是病 我们疾病治疗 要把它 Define 把它界定 定义为直病 才会比较好办 可是背后的整套的 伦理的问号 其实不是新的东西 一直以来 不是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地方都说 那一个群体 可能这群体是什么呢 口级 讲话口级 像我这样搭舌头的 不适合生存 可能用种种的方式 种族灭绝 灭绝 甚至至少把它隔离 对不对 其实因为他的理由 也听起来 对他们来说很充分的 不然他们会把我们 整个群体 纳粹就这个说 对啊 然后有些人说 你自力差 甚至你皮肤黑的 皮肤有某种颜色的人 就灭绝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逻辑 背后是一样的 这是谁有权利 到最后去决定生命本身 紧接这个那个 对就是过去 你比如说一般动物 或者咱们以前的人 跨越不了这个障碍 但是现在你看科技 来到了这么一个时候 就是说展望未来 你是很有可能获得 设计自己的能力的 甚至不表现在你的孩子 你当生就能改造自己 但是你能 但是我们怎样决定 什么是应该改造的方向 什么是完美的 什么是好的 而且从民族角度来讲 我不是我讲年初 见到那个哈佛的 那个脑科学中心吗 他们现在在做一个事情 就是脑力集中训练 比如说他的一种技术 可以我们一般人的 注意力 集中注意写稿子 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你就会分散 或者你要再需要集中 他们现在跟那个 NASA和奥林匹克运动队 在训练 能够让一个人的注意力 集中到四个小时以上 这是需要花大量金钱 和技术来完成的 那会变什么问题呢 就咱们生个孩子 都是五六岁读小学 有的孩子干一件事 十分钟就乱搞了 有个孩子可以集中 阻力两个小时 就是说可能十岁 就可以读哈佛了 对 他就是从出生的 那个教育开始 他已经 已经有人变成超人 有人是人 但是就是值得担心的 但这个是完全 这已经完全已经 基本上可以应用到 临床环境下的一个技术来解释 但是我问你小伯 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个事 就是什么呢 就出于对人性的了解 你见过人类 在漫长的历史上 他有过这样的潜力吗 就是他获得了一种能力 但是他自己决定不使用它 原子弹放了两颗 但是你看他就有了更多的办法 来不让它再放吧 尽量不让它再放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你比如说我还要给你 人控制不住 我还要给你请教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那天 我听马云老师 马云老师现在有志于教育 就讲了 就是说未来 这个人过去是 人像机器一样的劳动 对吧 未来机器像人一样劳动 就是说可以大大的 就是人将来每天可以 好像他说的 我就记不清 就是那个意思 人一天啊 两三个就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大量的闲暇时间 但是呢 我有一个疑问 我不太相信 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科技 本来都是为了让我们更省心 更省事 为了让我们更懒惰 更懒惰 但是你结果看看 你更懒惰了吗 你是不是更焦头烂额了 比如说手机本来是让你更快捷的处理 可是这个东西本身 它使得我们更晚睡觉了 你想到这问题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边是不是 有一个人性的问题 说将来代替了这么多劳动 你放心 人就是这么一种 会自个找麻烦的动物 他代替了他这个劳动啊 到另外的时候 他又会搞别的 把他搞得过劳死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问题 你们有个盗盟空间 就好莱坞电影 就是未来很可能 很多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虚拟空间里 他坐在那里戴个AR的头套 他在那个自己建个王国 自己当皇帝 当强盗王 该杀人杀人 该放火放火 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 宅男 宅男 就现在日本人一百多万的宅男 什么叫日本 叫宅男 一个月之内除了去7-11 不跟任何一个人谈话的那个人 有150多万现在日本 中国你说坏了多少人 他就是这样呢 他就是啥也没有 国家发个就基金给你吃个饭 然后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今天中国人在手机上 已经五个小时了 就你刚才人家快手 已经人均一个小时了 那有什么知识啊 那不如听那个原作派呢 多说两遍 但是他就 你不用他 再用时间问题不用怕 但他就人会 会分成两类人 乙军您想发表什么 我就想说 就是说这个人类 是不是少一个基因 叫做知足基因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 我们对人的这种改造 你说的基因改造也好 什么改造也好 都在基于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完美 我们不太好 我想说 但是我们对自己 其实对人类本身 有多少的认知呢 其实还没有达到 我们对自己的这个 就这个认知是在哪里 我是记得我今年经历过的一个 让我最震撼的一个场面 是我在这个沈阳 那个新松 那个机器人厂里面 你进去就全是大手臂 就是那个 我说他们在干嘛 他们告诉我说 机器人自己在造自己 我说他们知道自己在造自己吗 他说现在还不知道 以后会知道 但是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这个手臂一样的 这么一个东西 他可以举一根 就是修花针 可以在纸上写字 也可以做一个非常大力的 就抓举非常 当然可以 就是这个强力东西 那我就问 为什么都是手臂呢 他们说原来我们的人的手臂的设计 是这个三个关节 六个向度 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设计 他只要把这个手掌 这个换掉 加任何头 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哎呦 让我一下子觉得 原来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拥有的东西 其实也很好 就是我们为什么长成这样呢 为什么我们是 这个我们似乎 还没有好好去认知 以前那个科布西耶 他们画过一个 所谓叫完美的人体 但他画出来是 那个头其实挺小的 手特别特别大 就是他们认为 其实就对人体本身的 结构的设计 就是这个研究 我在想我们对自己的认知 其实有多少 其实人都知道 所以说你说不知足 换另外一种说法 人有往上提升的驱动力 不断往上提升 问题是怎么样 使用它而已 很难的 那个什么各种的科技 越要求你的自律 像好多人知道 我有一阵子为了写作 都被迫跟我太太 分开对不同的房间 不同的床 因为这样我才专心写作 对 不然的话我就会很晚睡 因为我爱跟我太太聊天 聊聊到半夜三四点 他聊聊 他说不行 我每天跟你聊 我没精力写作 没精神写作 那就分房睡 然后就在那边 结果我以为分房睡 可以找睡 结果更晚睡 因为我一个人独处了时候 我感觉自由了 没人看着我 就拿着手机 跟别人的太太聊天 聊到更晚 然后为了不跟我老婆聊天 结果用手机 跟别人的太太聊天 那那那 这是只能怪我 那你太太 你太太可能也在那边 跟你聊天 后来我看我太太手机 原来这个人很熟 全是文涛 是吧 我最近发现我们朋友 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你们有没有 就是晚上你不想睡觉 就是其实已经很晚了 你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但就在那儿 不知道是看物料的电视 还是上网购物 还是干嘛 你就不想去睡 你知道吗 那天咱们这个圆桌里 得出一个分析之一 怕死基因 就是说 人为什么老耗着 你想睡不睡 其实就是 你老想延续上一个状态 在那个状态里 老不想结束 其实呢 就是这有可能是一种 就跟那个怕死 一个原理嘛 就是延长 延长 好像一睡过去 就是一个状态的结束嘛 你老想把上一个状态 延长 延长 就像不散的宴席嘛 我们希望永远不散的宴席 可是那宴席也没啥好的 这没啥关系吧 晚上不睡觉 还有那么美好的理由啊 我自己感觉不是 我就是图那个 那个静 其实那时候呢 你就是周围有点 比较安静的那个感觉 你不觉得我们白天 只要你有一个 科技的东西在手里 你觉得整个 你的状态是纷乱的 就好多好多事 就是本来你不需要 去回答的事情 是不是 到了晚上 你那一段时间 突然觉得很静 所以呢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你现在有了很多 这个生物的这种技术之后 它涉及到一个 单个的人不说了 现在是整体的 全体的人 你比如我就看着 那个生物编辑技术的 那个人讲 就说 这事儿没法民主 现在这个都是非法的嘛 就是你不能自己 随便改造基因 都是非法的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开 这个口子呢 他说因为这个 就涉及到一件事 这种事儿没法投票 不是说你 说少数服从多数 而是说 一旦有一个进来了 人类的基因库 从此就永远的 有了这个 它会影响到你 全部人类的基因 所以说这你不能说 多数服从少数 它必须全体 科隆人技术 现在是被禁止 严禁 就很复杂 就很复杂 但相比之下 我觉得小波有章法 他自控制 他能 你看我记得 当年小波就说 他怎么发家致富 他说他从回国之后 开始一年买一套房子 是不是你说的 对对对 一年买一套房 一年写本书 你的房子 是不是断舍离你的房子 不是 那我现在跟你 你现在又上市梦碎 肯定是还想继续上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人生规划 你这个个人IP 我觉得我想的挺明白的 就是说 做上很多菜 其实呢 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只有一碗菜 比如说写作 对我来讲最重要 但我不能 我不能一辈子 只是财经写作 而且我如果只看到它 其实我也成不了 一个好的财经作家 那我做企业也好 我投资 哪怕我今天失败也好 我年轻看企业也好 我觉得跟这还有关系 你看我又没写小说 我也没写戏剧 我也没干别的 我也没搞原作范 我就敢这个事 但周边会有一些事 那么一年写本书 或者三 未来可能我年纪大了一点 三年写本书 这个事对我很重要 但我不能三八六十五天 只干这个事 这个人生太无聊了吧 我该打麻将还在打麻将 该旅游还在旅游 该上林节目还在上节目 该做点出版 我是这么在想 但这个事很重要 我就把这个事控制住 我别的都可以自由掉 我是这么想这件事 你觉得你活得健康吗 你看他连皱纹都没有 还不健康吗 对他真是 你看这俩 这真是 精神很好 他刚没化妆 我还以为他化个妆 我是这么觉得 其实你喝了什么东西了 我这个事不塌 我这个事不塌 别的事塌和不塌 其实都无所谓 我是这么想这件事 我现在就在 写的这个事不塌 别的事塌 我现在就在想 就你说这个人们 现在爱熬夜 老是耗着不想睡 其实也有一种 就是贪生 真的是贪生 怕死 这个贪生意味着什么 当然了 老想活着 活着多有滋 有味 你知道 你比如说 我父母亲 就是这种活着的滋味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我母亲卧床病了 对吧 我父亲就觉得活的少滋味 你知道 我说像他们老年人有什么享受啊 他说你知道 你看 他就说 他现在觉得一个人孤单 就是说过去呢 老两口出去溜弯 说穿这个衣服还是穿那个衣服啊 能不能说说穿这个颜色 好穿那个 半个嘴吵个架 对 半个嘴吵个架 这都是活着的滋味 就是有些时候 我记得上次有一次陈天青老师也说 说有时候看见一个 在上海看见一个 反正是身体特别不好的一对老人啊 在那喝粥 就照他看来 他这个身体状况 活的质量已经很不好了 但是你看他们喝粥的那个感觉 你还是觉得这个活的有滋味 好愿意活着 能多活 所以我就在听你刚才讲这个 就说生物科技已经到了一个门槛上 我就发现马爷说的那个是不是真的不是斗乐 马爷就是说我特怕死 他说我想等着 我等着是不是真能 科技能让我至少是能让我长寿吧 能让我大幅度提高我的寿命 你说咱要等着吗 他应该 我刚刚说人类 多挣钱等着 对人类这个不知足里面有一个 就是说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就这个世界 你跟二十年前比 我们丢掉了很多这个人文的东西 就是你刚才说的生活的情感的那些很琐碎的 我们以前蛮推崇那些东西的 就是以前你喜欢个文学 喜欢个戏剧 说一些你说的这个写作 都是一个捧得特别高的东西 现在这些东西慢慢在 你不用担心 我跟你讲 今年上海 上海那个戏剧学院 有一个很小的戏 叫音乐剧系 就王洛勇在当那个主任那个戏 音乐剧算小了吗 今年到17个人 2700人报名 20年前 咱们那一代人会有去报音乐剧吗 别以后不知道干嘛 2700个孩子 报17个人 整个大上海 整个大上海就两个名字了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我们那一代人 将来 我差句话 将来都想干了钱以后 工厂里干活的都是机器人 全人类都是娱乐圈 马老师说 你一天最多给你两个小时工作时间 要多花钱来买 剩下来干嘛呢 该画画 该谈恋爱 该开心 搞个盗梦空间也挺好 这个你不用担心 人都会平衡 你看前代大上海 说5G来了以后 机器人会替代人类嘛 他们现在两天 他们跟我说 老师 你不用担心 5G来了以后 首先增加2200万工作单位 首先增加2200万工作单位 因为这个工作 需要好多人去干这个事 对 不要低估人类学习的那种 对 不要低估这个自然还是会均衡 我认为真的人均活到一半五十岁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半五十岁的一种生存状态 和一种新的平衡会发生吧 我在想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最可悲的是什么 我要再年轻一点就好了 你说你比如说 你比方说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科技要动灵 你比方说现在已经80了 给你动一百年 你作为一个八十岁老头活一百年 我说这可不如二十岁的活得爽 会给你立临嘛 不用担心 他能可逆吗 你现在不能想 你现在想不到的事 你现在这个问题本身 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的选题 一个八十岁的人说 我又没有可逆成我二十岁的身体 你觉得没有人研究这个事 我一定有 你有点科学万能论 我是个文科生 但我觉得技术还是真的是 带来特别大的进步 我现在特别相信技术本身 技术是不可逆的 互联网一来 网上网下一卖东西 你怎么办 移动支付以来 银行再多蒙电 你也没有用 搞了手机以后 你该出门就出门 我认为技术 我现在慢慢变成个技术主义者 什么东西靠人解决不了东西 靠技术来解决 技术解决不了 在等 所谓的技术主义 看你怎么来界定 技术是非常冷酷的 有可能 而且不可逆 马克思说 技术代表什么 生产力 生产力一定往前走 而且技术的工程师思维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那个 我也看过一个德国哲学家写的书 他说 那些做原子弹的那些人 他也没有想过 这个弹子爆炸下去 会死十万人 他肯定没想过 他觉得这件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裂的时候 能够多产生多少的热量 这个是最重要 伊斯坦他们都想过 等他做出来以后 他才想 想了以后来不及了 他一定把它做出来 这就叫人的异化 人的工具性 就是 当他发明这个原子反应堆的时候 他只想着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率 但是他用到哪 对 他又开始反对 他自己反对自己 但他把事做出来了 你现在做说科隆人的事 这种基因剪辑的事 他根本没有想过伦理问题 他一想这件事就做不下去了 他就这个给他带来那快乐 比咱们上节目快乐 还要打 你还别说 他有这部分就有这么一队人 所以说永远应该有我们圆桌派 在聊人生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这非常非常重要 太不能缺少了 对 非常重要 他们去搞科技 但是我们永远要 聊人生 虽然我们要活得久一点 是吧 什么人的人生 可能将来是半电子半人的人生 你比如说 我就觉得 而且有的时候 注意新科技的同时 也要注意老人的人生经验 就是人为什么活着 你比如说一军 你说你活150岁 你一个一个十年生一个孩子 你生一个 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 就你活 人活着干什么来了 永远需要聊 你比如我最近学了两个 我尊敬的两个老师 就是一个是这个阿诚老师 我就发现他在威尼斯日记里写 你看这里边有他的一种人生观 他说呀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要每时 每分每秒感受 每分每秒感受 一直到结束 你看这是一种观念 还有一个老师 咱们的王蒙老师 咱们的老嘉宾 我就从他这儿学到一种人生观 王蒙老师就是 他不光是感受 王蒙老师说 我一辈子 不管是有了这个功名 有了这个财产 这都是其他一些的 他说但是 人活一辈子不管活多久 总要有几次感动 总要有几次充盈的感动 感动的充盈 你看 咱从这些东西里 找到点感觉 咱就不会被这个科技 彻底的带到妖魔鬼怪的 而且人 我怎么想到用增强现实可以达到 增强现实可以达到他的感知 没有 我说人 而且特别到了一个年龄 总要想这辈子活的意义是什么 我也听很多长辈 不同的安排 有一位长辈说 我反正要求自己 在临终以前 心中会有几个人 是我会想着他们的 临终以前又确定 我去了 会有几个人一定牵挂着我 那我生命就没有白火了 没有遗憾 不然的话 我们孤扯称这个做情 爱情的情 那不然的话 没有情的话 生命还剩下什么呢 那有没有剩下什么呢 其实一切都会过 刚刚阿诚也这样说 我们蒙也会说 可是最真实的那一颗 就是在你闭上眼睛以前 你在想 我这样走了 谁会挂着我 牵挂着我 或者说我走了 我走到这个moment 这个时刻 我还牵挂着谁 假如当你那时候 发现你没人被你牵挂 也没人会想人理的时候 不是空上加空吗 更遗憾吗 你看 情是吧 只叫人生死相许 还有叫在 把钱借给人家 都忽然有个惦记 小波最后是像这个 我毕竟看到一个朋友 是走了以后 一大堆快递还没打开 没有玩 所以我呢 就是到最后 咱们还得在一块 聊人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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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